偏空跟断灭见有何不同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问 请法师慈悲开示 法师说 小城的空观是将依他起全盘的否定 正如偏空 又说修空观是破坏因缘法 是断灭见 请问偏空跟断灭见有何不同 净见法师答 断灭见叫邪见 就是他完全不相信世间上有因果 他不相信造善能够招感可乐的果报 也不相信造恶会招感痛苦的果报 他认生命是没有诡则的 各凭本事 这叫做邪见 叫断灭见 就是生命没有相续的力量 人只有今生 所以这个断灭见叫做邪见 偏空不是邪见 偏空他很清楚地知道 因缘法是存在的 但是他不想面对 他不想面对当然理由很多 第一个 他觉得他能力不够 他相信因缘法是存在的 但是我不去面对 我找一个空的地方 把自己安顿好就好 但是他心理上是很清楚 因缘法是存在 这叫我空法友 在生命当中 把我消失掉 但是法是存在 所以偏空的意思就是我空法友 小成他不是否定因缘法 他是不想面对因缘法 他没有菩萨广大的誓愿 没有这种理想目标 他也没有菩萨的善巧 他没有这个智慧说一切法是由心所变现 你调整你的心 外境就改变 他没有这种的传承 他没有这样的传承 他就没有这样的方法来操作 所以他只好放弃 他根本做不到 所以小成的偏空 他是有证件 只是他不想要面对因缘法 但是我们知道他迟早要面对的 所以小成迟早要从空出甲 他在家人按时你把我的宫衙 咱们先玩 ower上